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继续基本电学第二册 八支式交流波形的相位 我是桃源龙工电子科张书成老师 交流波形的相位部分 我们先来看一下正寻波的方程式 我们review一下 Vt等于Vm sin ωt加θ Vm是最大值 ω是角速度 θ是它的相位移角 而我们今天所要关心的 就是这一个相位移角的部分 好 什么是相位移角呢 波形的起始角度 如果跟一般从零度开始不一样的时候 就开始所谓的有相位移角 因此只要不是从零度开始的 都会有个相位移θ 好 如果以我们现在看到这波形来看 因为波形就正好从零度出发 完成一个完整正旋波 因此我们可以说它是无相位移角的 θ等于0 当然在式子当中 如果相位移是0的时候 我们经常是可以直接忽略不写的 好 接着我们来看到波形里面 如果它是靠左边的 表示它是一个超前或者有些书写作领先的相位移角θ 这时候我们在角度上写作 正旋坡之外 还有余旋坡 余旋函数 cos 那它的角度基本上就是正旋坡的样子 但是往前超前的90度 所以cosθ基本上你可以想成是sinθ加90度的结果 因此 Vt的式子里面我们可以把cosωt写作Vm 把cos改成sin之后 ωt加上90度就可以做等效的互换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两个波形的相位关系 第一个什么叫相位同向呢 以画面上来看 橘色的部分是电压的波形Vt 蓝色的部分是电流的波形It 目前这两个波形都是由零度出发 因此它们两个之间没有相位差 我们就说它们是同向 第二个情况之下就是 电压的波形或者电流波形 它们都往前超前了一个θ角度 那因为两个都是一样的 所以它们是共同的超前 但是相位上来讲还是同向 因为它们两个之间没有相位差 再来 这一个是两个波形 都是共同落后的情况 或者共同滞后的情况 它们都滞后了一个θ角 所以两个之间相位还是没有差异的 好接着我们来看什么样是相位超前呢 以画面上来看到的是 电流It的部分 它往前移动了一个θ角 也就是它有加θ的部分 因此在波形上来看 我们可以说电流It的角度呢 超前电压Vt的角度 超前多少呢 就是超前θ角 接着滞后的部分 我们一样 电压不变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电流的角度呢 现在是落后了一个θ角 因此我们就可以讲 电压跟电流做比较的时候 电流的It的角度 滞后给电压Vt的角度一个θ角 最后这个情况呢 我们可以看到 电流它本身是落后一个角度 而电压本身呢 是超前的一个角度 相较之下 我们看到电压的角度 还是比较靠近左边 也就是它是超前的 而电流的部分在右边 它是落后的 所以整体来看 是电流It的角度 滞后于电压Vt的角度 而这个角度的大小就是 电压的V角 减掉电流的I角的这个向位角 所以是θV减掉 负的θIr 这就是它们的角差 好 同样的情况呢 我们也可以说成是电压超前电流 刚刚我们是说电流落后电压嘛 所以同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说是电压超前电流 那这时候它们相差的角度也是一样 θV减掉θI 好 但是两个波形的向位要比较的时候 要注意到几个特点 第一个 两个波形的频率必须相同 频率就是F 那OmEA等于2F 因此也是告诉你OmEA必须相同 否则波形是无法比较的 第二个 两个波形的函数必须相同 也就是Pg同样是sin 或者是同样是cos 如果不同的话 我们必须先转换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cosθ 会等于sinθ加90度 因此在事实上 如果Vt等于Vmsincosωt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转换成sin 就将ωt后面加上90度 如果两个波形的正符号 不同的情况之下 也必须要转换 因为一个符号 表示是反向180度的意思 因此如果写作-sinθ 我们可以把它改写成sinθ 加或者是减180度 就是你处理题目的时候的情况 来决定要用加的或者是减的 cos的情况也是相同 好 接着我们就来做一个立题的练习 如果有两个交流讯号呢 分别为Vt等于60sin377t加30度 伏特 和it等于40sin377t减10度的安培 那么两个交流讯号的向外关系为何呢 好 电流的部分 我们刚刚看到了 所以各项的条件我们先把它写出来 首先Vt的部分 再来是it的部分 好 题目要问的是两个交流讯号之间的向外关系为何 从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看到 电压Vt的角度是加30度 电流it的角度是减10度 因此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 电压角度当然是超前电流角度 而这个角度的差异大小呢 就是30度减掉 负10度 好 所以得到 40度 因此 根据所求啊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些答案里面 选项3 就是正确答案 电压超前电流角度40度 再来我们来看下一题练习 交流电压Vt等于Vms374t加上60度伏特 交流电流it等于imcos374t减30度安培 他一样问你Vt跟it之间的向外关系 我们一样将各项条件写出来 Vt等于Vms374t加60度 it等于ims374t减30度 问他们的向外 首先我们先发现到了 it的部分是imcos的314t减30度 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于 电流方程式里面的函数是cos 我们刚刚提到 函数不同的时候 我们要先转换 所以我们要把它换成sine 要怎么换呢 对了 要加上90度 所以cosθ就是sinθ加90度 因此 我们将方程式的后面 角度部分是写作30度再加上90度 就得到 本来是-30喔 现在加90之后得到正60 因此我们已知的是Vt 算出来的it是刚刚我们经过转换之后 变成sine函数的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从方程式里面 去读取它的角度值 Vt的角度就是正60度啦 电流it的角度也是正60度 因此我们就可以说电压跟电流的角度是相同的 既然是相同我们就称它是同向位 因此根据所求呢 你可以发现选项3啊 Vt与it同向就是正确的答案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立体练习第三题 有两个交流的电流 分别是it1和i1t等于sine的Omega t减30度 i2t呢是负cos Omega t减30度 请问i1跟i2的相位关系为何 同样我们先将各项条件写出来 i1 i2 然后我们要求的是i1跟i2的相位关系 从这里你又发现到 哇哦 老师 i2的部分函数为cos 所以我们一样又要换为sine 怎么办 对了 要加上90度 i2t呢 等于负的cos Omega t减30度 加上90度之后 我们可以把式子转换成sine 所以刚刚的负cos就变成负sine Omega t 负30加90得到60度 好 接下来我们又发现到 哎呦 电流i2t呢 也是有负号的哦 是负sine 因此负号表示是反向180度的意思 我们要先一样做转换 负sine theta呢 我们可以转换成sine theta 加减180度 老师那你怎么知道要减180度 而不是加180度呢 因为我们看到i1t啊 它本身的角度呢 是负30度 那i2t如果将角度加了180度之后 60加180得到240 一个正角一个负角 这样子比较上会增加很多困难 所以如果我们将i2改成减180度的情况之下 我们会得到它就是Omega t减掉120度 基本上它有一个原则就是 我们加减完的值呢 不要超过180 也就是说正角不要超过180 负角也不要超过180 这样判断上才不会有问题 好 所以我们就用心算出来的i2t呢 就变成sine的Omega t减120度了 因此我们可以从 试子里可以直接看到 i1t的角度是负30度 i2t的角度是负120度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 i1超前i2 那超前的角度呢 是负30减掉负120度 因此得到90度 好 根据所求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i1是超前i290度的 选项就是第四个 为正确答案 好 以上单元的部分呢 我们是参考台课大的这本 请同学自行回去参考 本单元到此就介绍结束 请同学回家多加练习 相信多练习你会更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